我们2024到2044这20年 梨挂大云会发生什么样呢 梨主光明 也主文明 文化大方光彩 文明 感觉好像前程远大 具体看看 他主的一些行业 梨代表中女 代表中年女性的地位当然会更高 那又代表 梅 梨吗 梅 还代表互联网 这个梨就是这个网的意思 也代表罹难 这个 不一定都是好的 那他 我们看他是知识 不是智慧 如果智慧他一定是起源 根本他会圆 但是这个是立真 圆哼都没有 哼在后面 你立真之后才能行得通 那拿结果 说事 这就现在 人的思维方式 那到那个时候更会如此 而且 拿出了成绩 才能行得通 才能名利双双 这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 训聘牛级 我们知道汉牛冲动 这个成语 你要学富武持 你要忍辱负重 你要大量的充实自己 它是有条件的 屡错然 禁止 五九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这代表投一两年 投 两三年吧 那因为二十除以六 等于三 等于三 三年多 那就是如此 方向 甚至还没找到 学了很多东西都没用之地 也没你的份 人为言轻 慢慢来 还是没关系的 那黄黎呢 就找到位置 它讲究物实嘛 因是物质嘛 它是负利于物质之上的 所谓实用主义 这种发挥 那这个看上去还不错 那很快呢 到了上挂的 中的位置 就说太阳 这个是中啊 那这个就偏了 日子已经斜了 你还是像当初那样 到老了就不行了 你这个唱歌是唱不久的 你要分时候 然后 再往后呢 更麻烦 说 突如其来如 焚如死如气如 来得太快了 而且 很多东西 防不胜防 而且你还 硬要 去发挥 这一个阶段还不够 你还要去挑战 有些人摆个小摊 够生活就够了吗 干嘛那么累呢 干嘛要做的大呢 看每个人的情况而定了 那 你就自作自受了 你发挥的太多 你本身 都是物质的东西 干嘛呢 对不对 耗费那么多 精气事 有意义吗 而且梨这个东西 烧得很快 火呀 那急者 加倍 凶者 更凶 那出踢 脱弱 急急若急 虽然这个位置是军位 你享受 有在享受其中的物质 觉得好像 很享受 但是 西虎南下 我们知道 劳不以精苦为能 而且那个时候 你根本什么都来不及做 你的初心根本 你即使想 都来不及 你沉浸于物质当中 而且 这个让你签名 那个让你写序 干嘛干嘛 你整天什么都不能充实自己 做不了 到了上九 那就像火 就像第二把火 回光返照 到了最后了 最后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那该做的该了的 到最后 有个说法 一定要这样 才能无救 总结这一声 这一声